明氏宗诸侯总是明代第十一位皇帝,由于上一位皇帝明武宗诸侯赵五子,而且也没有亲兄弟,只能选择庞系,最后选择了明宪宗第四子兴献王朱又元的世子诸侯从入籍大统,年号嘉靖,是位嘉靖帝,这位皇帝在历史上比较文明的世纪是喜欢炼丹修道,还因为一个荒诞奇葩的理由,一辈子不肯见自己的儿子。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是圣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五岁还没明,明神宗出生的前七天,即八月初十约,是其皇祖失踪嘉靖皇帝的万寿圣节,这一年嘉靖帝五十七岁,这期间嘉靖帝遣人到朝天宫建教,祭祀祖陵,接受朝贺,赐宴封赏王德不亦乐乎,再加上皇孙淡将,本来是双喜临本的好事, 但是在明世宗十路中除了鬼害,欲望第三子生八个字以外,再无他缘,嘉靖帝对于皇孙的诞生极其冷漠,毫无反应,既没有祭告祖庙,也没有大宴群臣,甚至连给皇孙的赏赐都没有,这与前几日万寿圣节的热闹场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年,明世宗亲定新生的皇子在满三月时举行简发礼,在满百日时取名,皇子以三月简发,百日命令,由皇帝传遇到礼部进行登记,继而再到宗人府,将详细信息登拾在皇室的家谱御谍之上,这样才算是一个正式的皇室成员,但这些对于新生的明神宗来说都是无法企及的, 这一切的到来都要等到四年之后,简发礼仪关系不大,但没有名字和上不了家谱,则与野人无异,这对于一般小民百姓来说都是奇耻大辱,更何况出现在堂堂的大明皇室,发生在未来将要统治大明王朝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大明天子身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因为世宗嘉靖殿迷信与二龙不相见的说法,刻意与子孙被隔离,导致樊徒喜庆, 一切不得上闻,嘉靖殿身边的人一开始根本不敢将皇孙诞生的消息告诉嘉靖殿,嘉靖殿身边一个最受宠幸的宫女乘着机会将皇孙诞生仪式告知嘉靖殿,结果却是上怒而浅之,宫中鼓励,莫之所为,这些都与嘉靖殿独献二龙不相见的说法有关。 二龙不相见 嘉靖殿一生特别信奉道教,因而在他统治期间,在宫中就有很多道士来来往往,不过在往来中的道士中, 有两个人特别受嘉靖殿的信任,这两个人一个是邵云杰,一个是陶仲闻,一天越来越受嘉靖殿信任的陶仲闻向嘉靖殿近了一言,其中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是二龙不相见, 这个意思就是皇上这位真龙和太子这位乾隆最好不要待在一起,侧面也是建议嘉靖殿在统治期间最好不要策立太子,在当时,嘉靖殿对这句话也就是报以听听的态度,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再后来,嘉靖18年,也就是1539年,嘉靖殿立了朱崽殿为太子,朱崽殿是嘉靖殿的第二个儿子,大儿子已经死了,这个太子当时还只有三岁,很小,但是不影响嘉靖殿把他立为太子。 在嘉靖28年,刚到14岁的太子在航班加官里后,没有几天就突然抱病而亡了,嘉靖殿痛失爱子,非常的伤心。 这时,陶仲闻给嘉靖殿写了一封劝慰书,嘉靖殿也认真的看完了,看完以后给陶仲闻劈答道,看完你的奏章,我还能说什么呢? 如果我早日听你的建议,那今天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也就不会痛失太子了。 这个建议就是指之前陶仲闻说的两条龙不相见的事情,因为这件事,在以后的日子里,嘉靖皇帝对二龙不相见之说特别地相信,奉若神明,在他的统治期间,他也下定决心绝不会再策立太子,以防自己的孩子再出什么意外,而且他平时的时候也不经常与他的子孙相见,就怕子孙们有什么闪失。 陶仲闻的本事 陶仲闻,1475年出生,湖北人,和嘉靖帝算是老乡。 石德文字,当过湖北黄梅县粮仓,管理员,自幼就喜欢神神叨叨的东西,自诩为道士,和湖北,江西许多道士都有交往,后来管理员的职业需要到京城立部述职,1538年左右,他进京投诉在江西道士邵元杰的府上,此时邵元杰正深受嘉靖道长的信任,专门伴随嘉靖左右,负责辅助嘉靖修炼, 并被任命总管天下道教,此时恰逢嘉靖的太子朱宰,锐得了天花,邵元杰年老,开谈做法无用,于是邵元杰将陶仲闻推荐给嘉靖,嘉靖让陶仲闻试一试,陶仲闻就拿起陶木剑和符咒在宫内一通跳大神。 以符水训剑,绝功中邀,然后又给朱宰锐祈祷念经,朱宰锐的天花就神奇般的好了,嘉靖帝大喜,以为遇到真人,马上将陶仲闻请入宫中。 明朝的道士 1539年邵元杰病逝,嘉靖帝马上让陶仲闻接替了邵元杰的位子,1541年,嘉靖帝生病,不吃药,陶仲闻开谈做法,烧香祈祷,嘉靖帝的病居然痊愈了,这下子更加深了嘉靖对陶仲闻的迷信,马上加封陶仲闻为少保,礼不尚书。 不久,嘉靖帝觉得自己还不够虔诚,所以又将少师,少妇的称号赐给陶仲闻。 中国古代史,一人兼条三姑职位,仅陶仲闻一人而已,1550年,嘉靖更是封他为功成伯。 在陶仲闻的引导下,嘉靖帝修炼更加极端,陶仲闻等到是说通过处女的精血炼丹可以增加道法和修为,为了增加效果。 这些处女不能吃五穀杂粮,只能喝露水,吃丧利,嘉靖帝就照着他们说的做,结果就苦了给嘉靖帝提供原材料的宫女们。 最终在1542年,发生了宫女们潜入乾清宫,想要勒死嘉靖的仁寅宫变,仁寅宫变给嘉靖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自此,嘉靖再也不敢住在乾清宫,而是居住西院。 仁寅宫变 1549年,太子朱仔瑞病逝,此事让嘉靖受到极大的打击,嘉靖日益消沉,就在此时,陶仲闻跳了出来,提出了著名的二龙不相见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嘉靖是真龙,太子是乾龙,二龙相见必有一死,所以此后嘉靖帝该隐蔽深宫,不能随意接见外人,尤其是自己的亲儿子们。 此时嘉靖帝活着的儿子还有三子朱仔后,四子朱仔阵,嘉靖怕死,所以自此以后就开启了彻底的闭关模式,连朝也不上了。 大臣基本见不到嘉靖,只有陶仲闻能日日出入嘉靖居所,自此陶仲闻成了最能影响嘉靖的人,直到1560年陶仲闻去世。 宁信陶仲闻的后果 陶仲闻,作为嘉靖时期众多道士的代表之一,他对嘉靖皇帝的蒙骗信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他的行为浪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加剧了明朝的经济困境。 在嘉靖时期,明朝的税收已经陷入了不足以应付开支的窘境,然而,嘉靖皇帝却大量投资于斋教和修道观,极大的浪费了财政资源,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据明史记载,嘉靖时期,宫廷每年消耗黄辣二十余万斤,白辣十九余万斤,以及数十万斤香铁,仅用于供奉皇室斋教,而嘉靖还听信陶仲闻的建议,在太叶池西修建右国康民雷电,更是血本无归,重要的是,陶仲闻的沉迷于道教导致他对国家事务的耽误,嘉靖完全迷恋于道教,他将自己标榜为无为而至,结果导致明朝面临着南窝北鲁的严重威胁。 同时,嘉靖对奸臣严嵩的信任也是陶仲闻的责任,作为明朝数一数二的奸臣,严嵩在嘉靖不爱上朝的情况下执政。 无所不能,严嵩能执政十余年,并最终得到皇帝的信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擅长写清词。 因此,在嘉靖朝,官员和宠臣的任用不是看能力,而是看他们的文词才华,后来的首府徐杰也是一个清词高手。 总之,陶仲闻虽然在嘉靖时期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他的定位只是辅助嘉靖修行,绝不干涉政治事务,这也正是嘉靖对他中外的原因。 然而,他的行为不经意间加剧了明朝的衰弱,对明神宗的影响,可以试想,假如嘉靖帝再多活十年,那么明神宗一直到十五岁都不会有名字。 明神宗幼年无名仪式,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对于神宗以后的行为心理有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从人心,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明神宗幼年的这段不光彩的尴尬经历,势必影响到他的人物个性与执政风格, 对于年仅五岁的明神宗来说是无法体会没有名字的耻辱,以及父亲被人歧视,欺负的耻辱。 可是,当他小事之后,他一定会对此事耿耿于怀,特别是当上九五之尊的皇帝后,必然会毫不犹豫地坚定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皇权与富贵,容不得他人有半点觊觎和窥探。 如后来疯狂地报复恩师张居正,四处派遣矿监瑞士敛财等等,都与神宗的这种经历与心理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事实上,神宗也做到了这一点,据朝鲜使臣的记载。 他直到驾崩前夕,都将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祖孙之间的关系感情,用形同陌路,格如秦月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要说嘉靖帝对于皇孙不闻不问,毫无交集,也未免过于绝对,明神宗出生后,嘉靖帝身边的宠信太监黄瑾也在密切关注此事,但很长时间都没想到好的办法。 一天,黄瑾看到嘉靖帝心情很好,于是就让宫女、中官在嘉靖帝所居住的大殿前以及走廊上都摆满了尊祖。 我先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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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